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这一个月已经走了三个礼拜的时间 目前台北股市是涨1.35点 那问题重点就在这里 为什么操作难度会这么样高 我今天也被气死你知道吗 今天往下击杀 我们买在最低的低点 第一阶段的最低的低点 就弹起来差两块 没有成交就又摔下去了 那不过这边我改正慢慢跟大家报告 不过呢重点是在于说 基本上只要行期陷入一个上下震荡的盘整 那绝对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天堂 那我在节目当中我也在跟着我强调 很多说小时我要先验证 没有关系你来验证 这是我的LINE AD的账号 小老鼠PRO101 我请问各位 在前天的节目当中 8163的达方也好 甚至于包括3620的光洁 甚至于包括8043的密忘石 盘中突如其来的往上急拉 我有沒有告诉你就是要放空 我说主力星太空的标的你要利用反弹 站在一个槌空方 结果呢 在前天7月17号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被动元件所有的股票 我都在放空 没错吧 我说不管包括合成党 不管包括达方 除了2327的国局之外 结果讲完之后 昨天台北股市盘中为什么突如其来击杀 因为很简单 被动元件全部打到一个槌点点本 好 要再验证等等 来再一遍 那这是今天 今天我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 再一遍 等同一现在是架构在大盘月线 它是绿灯 周线是红灯 老师那为什么可以做多 因为很简单 就主力作手的角度 他想要让下一个月 大盘月线从绿灯转为红灯 这是为什么今天2363的系统 盘中往下击杀 盘中往下击杀 我的LINE AT我也跟你报告 我说就是要做多 结果来看清楚 2363的系统 在12.35我们买进 结果有没有直接拉到涨停摆 等同于你放空一档蜜望时 你空个10张你可以大赚8万块 在同于一张2363的系统 你只做多10张 你一样可以大赚8000块 这是什么 这是个飙飙嘴指的功力 我现在发现说 因为最近带枪投靠的投资朋友 非常非常多 说谢老师啊 怎么办 我手中的持股都出现严重套牢 我手中的二级体强帽 五十五的台半 之前不是有一大堆投股老师跟你讲 基本面非常非常好吗 就好像在举例挡股票更好笑 3019的一个水哑光 他每天都要这样玩一次哦 前天往上急拉 很多投资老师跑去追 追完之后 我会给你预告 我说隔天会跳水 就真的往下跳水 就今天又往上做个急拉 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 所谓事前规划的能力跟模式 我的事前规划不是五日线实线 我的事前规划 是架构在主力作手的一个水 价格的一个水观念 因为唯有借由价格的观念 你才能通过盘整盘跟趋势盘整 连续连续 连续性考验啊 又拿证据 又拿证据 当时 当时五月四号五百点 当时来到五月三十一号 五月三十一号 还记不记得 五月三十一号是不是刚刚好 就是这一根扎扎实实 飙飙准准 导播这样我真的不会用 你看导播在看我表演 F5 然后音色 然后 五月四号在这边 五月三十一号在这边 这一段五百点 五月三十一号这一天 有没有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有空转为一个水多 就一口气又大涨将近有四百五十点 没错吧 那问题重点 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主力心态 因为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行情它并不会每天涨 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行情它并不会每天跌 所以说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你才有办法省时度视 你才有办法知所进退 老师 既然有人问我说谢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啊 省时度视之所进退 这个很难解释 省时度视 就是当你拥有的主力心态 你会做多 你也会放空 从六月七号 我跟你预告反手放空 一口气跌到六月二十六号 有没有大跌六百一十点 这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我强调 你藉由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你在整个一个所谓趋势盘的过程当中 你一个月要掌握一千多点的波动 真的很简单 不然你把我过去每天的重波带 全部掉出来看 当时有没有跟你预告连续性的 一个所谓放空 所以来到六月十九号的时候 我还是跟你预告 外资是站在卖方 甚至你告诉我台积电要出权前 22号 我还是告诉你放空 25号我还告诉你持续加码放空 直到26号 等你看到跌破年线的时候 你没有主力心态 任何的拉回都是买点 一口气大跌610点 等你看跌破年线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补空反手做多 因为主力心态 有空转回一个随多 所以说呢 来到6月29号台北股市 有没有拉出一根残黄K棒 好 6月29号 刚好是6月份 最后一个交易日 精彩就在这里了 那6月29号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除了让你看到对账单之外 我没有跟你预告 很抱歉 月线正式从红灯转为绿灯 而这个红灯转为绿灯 是从前年蔡总统以来 我们第一次看到大盘的月线 它是绿灯 那我再来一遍 你今天要怎么样通过盘整盘 趋势盘 我刚刚已经demo给你看了 不管包括5月4号 这样子一上来到5月14号 总共500点 甚至于包括5月31号到6月7号 这450点 6月7号跟你预告反手放空 结果一路跌到6月底 又跌了610点 结果开始进入了 这一个相形区间震荡 你不觉得你更需要 拥有一个所谓的主力心态吗 7月4号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放空 7月5号我跟你预告放空 可是如果我没有主力心态 我发誓面对这根红K棒 我会跟你预告任何拉回都是买点 面对这根红K棒 我会告诉你做多就对了 结果呢隔天有没有换哪一个所谓大跳水 结果呢当你看到一根红K棒 每一个人都把停损抓红K棒低一点的一个 所谓过程当中 你还在不断的加码买进 我们却不断的放空 直到7月6号哪一天 7月6号是这一天 把游标叫出来 叫做F2 游标叫出来F2哦 7月日期7月几号 日期在哪里 这我也不会用 7月6号在哪里 7月6号 欸欸欸欸 随便啊随便 我看一下 不找到不甘心 不找到 我真的没有日期耶 算了 7月6号的哪一天 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这一个急杀 这一个急杀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很抱歉 我跟你预告 总算看到心态 有空转回一个谁多 再借由一个谁 连续加码买进 所以说你在7月9号 看到65万的一个谁对账单 没错吧 你说老师 为什么心态有绿色 有红色 没有办法 因为大盘月线 是个飙飙准准的绿灯 可是我至少 比一个人 比外资厉害太多了 外资是等到7月9号 去买80亿 很多人看到 外资大买80亿的时候 以为这个行情 要攀出去的时候 很抱歉 台风价的前一 一天你们期待台风价 已经先帮你掌握 300点的一个所谓上涨 没错吧 结果在7月10号 我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结果7月11号 你等不到一个所谓台风价 你先从节目当中 得到了一个所谓 事前的一个所谓预告 事后有没有得到 一个所谓完整的验证 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 应该说是 听你还是怎么讲 我讲到最后我觉得很腻 下次我可能会录个录音带 然后统一播 很多人是笑诗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很简单 不要因为我长得帅 你来找我 我说过你今天要做任何的一件事情 你要先得到验证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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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说老师我做多我不放空 那我请问各位 2345的字帮 我会有没有轻松让你赚最少 我可以讲最少 最少哦 你在Line 8里面 你会有没有轻松赚最少20块 最少 如果说像我会员 就超过了三支的一个所谓掌停板 我这样讲 没错吧 那同样的 这叫做事前的一个所谓预告 同样的 你单纯看一个软体 他们办法把每天好的一个所谓 集细部 做到这么样细部的一个所谓规划 我请问大家 颱风天的前一天 前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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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问大家 难道我是川普的灰虫吗 我知道川普要寄出301条款吗 我不知道啊 可是这群贱人 我要骂他们无所谓啦 他们先放空了 他们先放空了 所以说 我就在节目当中 直接跟你预告 盘中连线节目当中 跟你预告心态有多转空 就预告完之后 7月11号台北股市 有没有大跳水 大跳水 你有没有得到事前的预告 事后的一个是完整的 一个是验证 大跳水的时候 他又反手做多 我们又跟着反手做多 我们又跟着反手做多 结果呢 上个礼拜三 有没有拉出一根 所谓的长红K棒 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跟你预告 空头你会G7 结果预告完之后 礼拜五台北股市 有没有拉出一根长红K棒 空头有没有全部倒掉 好 这一段小小的盘整盘 又帮你完全掌握到了 在进入这一个礼拜 超级无敌机车盘 我们就以昨天 昨天最简单为例子 昨天盘中是不是突如其来 快速往下击杀 在早上9点14分的时候 9点14分的时候 我就跟你预告 外资看图说故事 外资会补空反手做多 昨天我就跟你预告 我说外资看图说故事 那昨天外资所公布出来 不管包括期货的新仓 不管包括现货 它是不是站在一个大买方 没错吧 结果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你除了看到费账单之外 我请问各位 12点09分 他们突然垂直往下做 一个所谓击杀 那问题你要有一个 所谓中心思想 你要有一个中心方向 如果说你看到 昨天这一个击杀 我再做多 你再放空 到今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跟你没多大关系 因为你早就已经下死了 你早就已经下破膽了 那我请问各位 这个击杀 我敢做多 这个击杀 你告诉我 标标准准 复合式 头肩顶 你知道我们的差别 在于哪里吗 我们的差别 就在于一个所谓 主力心 那要怎么样 拥有主心 很简单 全方位360 事前预告 才是真的 全方位360 真的只要 188 你除了吃鱼之外 更重要 我们要教你非常多 宝贵的一个所谓 钓鱼技巧 什么叫钓鱼技巧 在于 昨天这个击杀 12.09分 为什么是机会点 因为很简单 在LINE8 还没发生之前 我就跟你预告694 因为在我的盘前稿 就跟你预告 699是周线的一个所谓的关键价 没错吧 收盘大于关键价 这是为什么今天又跳空开高 最主要的一个所谓原因 我要今天 如果你把我的盘前稿 带回去 这是适用在今天 今天不要拿这份啦 这个是在开盘前你就需要知道的一个答案 今天台北股市 整天都在这里晃来晃去 整天都在这边晃来晃去 没有跟你多一个市 也没有跟你少一颗星星 这就是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专业 所以各位朋友 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今天你要反败为胜 你除了要赚钱之外 我奉劝各位 你要想尽办法去强化 你应该有的一个所谓专业知识 还有专业技巧 就像今天11点15分 他有没有刚好杀到多方防守价之后 弹起来 弹起来之后 很可惜 差了两块没来 他又往下击杀 又往下击杀 所以说今天我算我倒霉 因为我都定价啦 我定在那边等他 结果就没来 不然今天做得超级无敌 漂亮的 那你说呢 面对台积电 七老师 今天呢我要出门之前 很多法人问我 七老师啊 台积电到底今天算是利多还是利空啊 看不太懂 因为如果说就他的毛利率 就他的营业利率 本来大家就预期会衰退啊 那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我告诉各位好了 基本上我不在乎那些东西 我只会告诉你今天的收盘 是收小于878的 日线关键价 那重点就是明天的 周线的 X线关键价 正常而言 对多头 有利在于跳水 我讲的很清楚 我讲的非常非常的 X线明白 为什么 因为当他往下跳水 我所给你预告的股票 不管包括2345的赤包 不管包括6456GS 不管包括2363系统 他自然就会开低走高 我讲的很慢哦 我没有捷豹哦 他自然就会开低走高 营造另外一波的 一个所谓的机会点 可是如果你跳空开高 大家会显然要卖 因为大家都在偷看我的节目 他知道 小于这个的严重性 那么细节的部分 不是这些价位 新的价位到底是落在何处 我在盘浅稿写的非常清楚 写的非常非常明白 我说过了 如果说你 想要吃龙虾 你想要吃鱼翅 你想要吃鲍鱼 你每天想尽办法 为自己加薪的过程当中 你要有那一些 所谓的事前预告的能力 如果说你现在还年轻 还不具备 没关系 电话把它拨通 把我们的盘检稿带回去 你直接会有一个 完整整的一个所谓答案 同样的 回到最简单 而且让我觉得最无聊的 一个所谓股票 基本上很多人 问我说 孝师啊 甚至我老板哥讲说 孝师啊 如果说 你可以把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再稍微包装一下 再稍微包装一下 相信我 你的会员可以收更多 我就随便举例 一档股票好了 2458一龙店 一龙店 这怎么用啊 不是有很多人在包装吗 跟你讲触控IC 2481强茂 我都获利卖出了 不是有很多投入老师 看到一根红K棒 就跟你讲说强茂 具备涨价题材 基本上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要大家去下载 我的一个所谓软体 因为很简单 基本面它是一把刀两刃面 你用得好 你倒可以大赚嘛 就像我们当时买在618的合线 我们买21块钱 要不看当时基本资料 等一下给大家看 来 为什么要选择我 再跟我念一遍 你念九之后 你就不会选错老师 你不会选错老师之后 你就不会跟我靠腰 头顾都是在骗人的 对不对 就像一档2345的资邦 我说你最少赚20块 我有跟你连续性的预告 不管包括7月里 刚已经讲买剂 甚至于 LINE 8 LINE 8 LINE 8 上个礼拜 还在跟你预告 买剂2345的 一个谁资邦 就资邦 有没有大涨三支的 一个谁涨停板 那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我到事前讲 因为很简单 我希望你选对专业 你选对专业 你除了不会跟我靠腰 头顾都是骗人之外 更重要重点 你会赚钱 你会赚钱之后 你会跟着我的会员 不断的行善不失 我们的好运 自然 每天都会 旺旺来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连续性的 一个谁捐款单据 那再来一遍 那为什么 一般头顾老师 就只能台胜科 涨上来 跟你讲台胜科 就只能2363系统涨上来 就跟你讲系统的基本面 为什么大家老师 要看到图 看到图 看到3532台胜科 一根黑K棒的 一根红K棒 跟你讲说 他手中有台胜科 看到6182合金 今天涨上来 不敢讲台胜科 跟你讲说 合金买在最低低点 那种鬼话 你们也相信 不要这么笨了 他们为什么不敢再 不敢再 昨天讲合金 还是昨天 他只会跟你讲 拉回找买点 这么简单的任务 交给他来做就好了 不用交给多多乐乐 这样侮辱到多多乐乐 交给他 交给这只老鼠来做就好了 因为他们没有主力心态 这些过去这么美的绩效 你看你做多强貌赔钱 我们还赚了12块钱 你看你做多3504阳明光赔钱 我们还大赚7支涨停板 你看6153加0 我们也赚了7支涨停板 所以说你说我的节目 我的节目怎么办 每天都是绩效 我现在还没有时间 给你讲系统 那我请问大家 来啊 对啊 我讲基本面 倒不过自己看 合金在21块钱的时候 我说EBSQ2Q扣到4倍 我说margin成长41% 我当时有骗你吗 就预告完之后 合金先涨23%涨停板 然后知道反手放空 合金又跌了3支 跌停板 那为什么要有有主力心态 再来一遍 你会做多你也会放空啊 26支了哦 2478大意 放空大意 你们的LINE 8也给你们预告 我说大意要特别留意 结果呢 空完之后 直接送你两根的 一个手机跌停板 你告诉我 没电脑没关系 你可以把我们的软体 下载在你的手机里面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即时讯息啊 因为为什么选择我 多空中向市场独一 因为一般头顾老师 可能太混了啦 一年365天只做单编 可是呢 我从高的理想 在暑假的时候 我的会员要带着他的小朋友 出国去玩 出国去旅游 出国去游学 游学一趟也才二三十万 你拿不出来哦 你在市场输了这么多钱 老爸老妈生病的时候 你给他住头等病房 你拿不出来哦 你输了几百万 检讨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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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麻烦哦 你有空 你把昨天的家联益 从后来调出来看 我们可以预告说 杀到这边 不要再杀低了 有吧 我昨天跟你介绍 6153家联益的 一个所谓多空线 可是等你看到多空线之后 很抱歉 家联益已经送你三只跌停板 那智邦就不用再讲了哦 三只涨停板 而且节目当中都有跟你预告 台胜科 你不先放空合金 赚三只跌停板 你怎么去赚台胜科14块 还没有玩 买最低卖最高 很简单 我们软体 或是你上课 全方360 你要学这些东西 密忘时 为什么要空在77.5 就现赚两只跌停板 2375的智宝 80.7空下去之后 跌到72.6 赚了8块钱 同样3624的光洁 空下去之后 因为主力心态 由多转空 一口气涨几倍 由空转多 一口气涨十倍 再由多转空 你就给他空下去 先赚十只 涨停板 再赚两只跌停板 需要死空头 死多头吗 需要死空头 死多头吗 只要188 反手先放空 GIS 赚两只跌停板 反手做多GIS 一档GIS 你跟我操作 你做十张 你大赚四十万 那我请问各位 你的GIS 你的TBK 解套了吗 玩就玩大一点 找一个认真负责 而且在节目当中 事前预告的 差一天 差很多 你昨天办好入会手续 光一档 二三六三的系统 你买个十张 不好意思 股本五十几亿 我怎么想问老师 做什么禁国 建达 不好意思 连代号多少 我都背不起来 左灯 我的会员可能进去之后出不来 我都做有量有价的股票 所以说带枪投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记得赶快利用广告席 188 赶快利用广告席 播通电话讲座 玩下去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我知道看到这个月台北股市只有涨1.54点 每一个人都不太想做 可是我给大家建议 你不妨去下载我们软体 稍微来玩玩看 那到底要怎么样下载 或是下载完之后 不知道该怎么样使用 广告中的电话你把它拨通 因为当你下载我们软体之后 你在第一时间拥有一个所谓的主力心态 所以说你可以掌握这么傲人的一个所谓的 绩效 我这样讲没错吧 所以包括当时的3090的一个所谓日电帽 再从日电帽轮到家联益的一个所谓做多 高达七支掌停板 然后家联益出调之后反手放空 又叠了三支的跌停板 你都看在一个所谓眼里 没错吧 那当你下载完之后 我请问大家 就很简单嘛 主力心态多 你就跟着做多多多多多 你就上来了 当心态游多转空 游多转空 代表人家主力作手也在放空 其实我软体我觉得很屌的地方在哪 你知道吗 你看家联益后来有多长这一段 他对象是还在空 主力真的很贱 你知道吗 他不先又多 哎呦 天线软板 天线软板 他怎么赚这五支跌停板 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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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跌到多重线 智邦没时间讲 没时间聊他了 智邦也三支涨停板 红亚的密忘时反手放空 两支跌停板 智宝一支跌停板 3624光潜 两支跌停板 然后今天做多 2363系统 自己有看到价位 自己有看到价位 12.35买进 结果你随便不用多啦 我一天帮我的会员赚6%啦 你老是在干什么 光旺 因为国际情势不好 我们持续光旺 那光旺 你看我的LINE8GEO 你干嘛入会 所以说带枪投靠 只要188 这是我给你们最大的 一个所谓诚意 为什么要给你们带枪投靠 再给你一个理由 第一个给你主力心态 第二个连多空防守价 我都给你 这是2362系统 股票不用遮 连多空防守价 我都给你 可是我已经重点了 重点你要听清楚 你要听清楚 你们手中的被动元件 你以为已经结束了吗 来看一下 3624的一个所谓光节 主力心态从30块 一口气涨到68块 当68块主力心态 有多转空 这是为什么在前天 我们去放空光节 最主要元天 两天送你两根跌停板 你以为这样结束了吗 如果他跟家电一样 跌到这样多空线 跌到这样多空线 你会断头 所以说你手中 有那一些弱势的股票 MOSFET的 或是被动元件 光学镜头 一定要处理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去下载软件 或直接拨通电话 再做完整 全方位的侧询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或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定次付投资风险